非常時期 採取非常措施 計劃生育的時候 一對夫妻只可以生一個孩子 改革開放的時候 全民驚傷 大家都在講錢 怎麼賺錢 怎麼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 吸引人 生活在動盪變遷中的人 內心更渴望一份寧靜和長和 他選擇出國 沙省是加拿大草原三省之一 第一大城市沙斯加通是加拿大農業生物技術最活躍的中心 這裡設有很多重要的國家研究機構 沙省大學 坐落在城市的東面 是海內外 很多新生學子夢想成真的地方 近年來 沙省提供優惠的稅收政策和寬鬆的就業環境 吸引到很多新移民 紛紛在這裡落腳 范曉明夫婦是中國上海人 1996年從美國搬到這裡 一住就十幾年 他對沙斯加通這個連九月都會有可能落雪的地方 有很複雜的感受 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反正好像蠻落後 蠻破舊 蠻寒冷的這樣一個地方 就是像一個鄉下 跟上海比鄉差很大的 中國人也不多 要接受這一邊的生活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因為這邊的生活的需要條件 跟中國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表明他們工作的環境不是那麼的理想 在醫院裡面做護理員的工作 我蠻喜歡溫哥華 多倫多那些地方 我一直到現在也都是很喜歡 但是要我離開這個地方 我是覺得有點捨不得 就是這樣一個複雜的感情 這裡是非常非常冷 有一次醫院有四個月的時間 大概差不多零三十度 但是到夏天的時候我們也看到 每家人家都會把自己的院子打成 打成很整齊 種很多花 我也發現這裡的人也都很喜歡生活 因為家在這裡 工作在這裡 我們也習慣了 今天 曉明親自下廚 煮了很多好吃的菜式 款待朋友和家人 讓大家在聚餐的時候 感受到家鄉的氣息 在這個遠離故土 人煙稀小的地方 家的溫馨氣氛 很容易拘手心裡的孤寂 家庭背景很影響一個人的成長 特別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期 家庭出身通常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 出身不好的人根本就沒有前途可言 因此造成不少的人間悲劇 五十年代出身在上海的煩曉明 對這些更加有感觸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還很小 在破四舊的時候我記得 是舊文化 舊分俗 舊習慣 舊思想 把很多的教會都關閉了 然後把很多的宗教也都封閉起來了 只是講共產黨 講毛澤東 把我們的腦子都洗得很乾淨 說是沒有神的 我記得我要參加紅衛兵的時候 那個時候紅衛兵就是進入入團 入黨 將來找工作 學習 都是一個門檻 我在學校的時候表現也是很好的 蠻聽老師話的 在小學的時候 十三好學生什麼都是蠻好的 但是有一天有一個 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 范曉明你是不能參加紅衛兵 我說為什麼不能參加紅衛兵 他說因為你們是姓教的 那時候第一次聽見這個叫這個字 我還不知道叫是什麼意思 由於范曉明的爸爸是基督徒 就斷送了曉明的政治前途 當時沒有政治前途的人 就等於失去一切 好的事都不會臨到他們 而當時對基督教一竅不通的曉明 發現了爸爸一個秘密 在我那個時候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我的父親 他是一個編輯 他看別人的那些書稿 都會用很快很快的時間看完 然後修改了以後寄出去 然後我知道他有一本書 很小的一本書 他怎麼每天都要看 而且每一天都看 那就是說明他沒有看完 後來我就很好奇 我想去看看那本是什麼書 因為那個時候是文化大革命 這些宗教都是不能說的 會有進監獄的威脅 我就每一次都想進去 但是那個門都鎖著 只是有一天那個門開了 然後我就進去 進去那個抽屜 我拉一拉那也是開的 然後在那個角落裡 我發現一本小小的書 我就知道那書就是我父親 他一直看的那本書 後來我就翻開 翻開我就看見耶穌的名字 當時我覺得是非常親切 我都不知道 我都沒有聽說過耶穌這個名字 但是第一次看見耶穌 他居然是那樣的親切 後來我就想 如果是為了這個名字 如果他們說信教就是這個名字的話 我不加入洪衛兵 我當時覺得都沒有關係 但是那只是感動了一陣子 後來我就忘記了 在文革期間 有人承受不到 家庭出身所帶來的壓力 被迫和親人劃清界限 避免受到牽連 而造成家庭破碎 但是這個經歷 令到曉明對父親的信仰 有著朦朦朧的形式和理解 不像其他家庭這樣 演出了一場悲劇 上帝不只保守著這個秘密 還保護了這個家庭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那時候我父親就跟我講 他說小明啊 我要跟你講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天上有一位神 我們相信耶穌是一位救主 當他講到他真的相信神 他相信那個創造宇宙萬物的神 我就覺得很有抵觸 我也對他很失望 雖然我看過那本小的書 我們是新的一代 我當時覺得 那個是過時了 是一種迷信的東西 但是我也是蠻聽話的 我不敢就是對我父親說不 我就隨著他去教會 我記得那時候是在上海的 那個很大的一個教會 然後我進去了以後呢 我簡直就是很感動 裡面裡面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們都在那裡愉快地唱讚美詩 一面唱一面流淚 那我就覺得那些讚美詩非常好聽 他們在流淚 我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經過這十年的豪傑 把我們的腦子都洗得很乾淨了嘛 為什麼這些人還沒有放棄他們的信仰 他們一定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就像我父親一樣 他是不敢公開自己的信仰 一個人在那裡自己默默地讀聖經 一個人在那裡默默地讀的時候 好像跟神說話一樣的這樣的祷告 我說如果沒有這一位神的話 會有那麼多的人 他們不放棄他們的信仰 在教會剛剛開放的時候 他們就會來到教會 那一定是有一位神 一定是有一位真神 曉明對上帝的感動好像彈花一現 雖然美麗而真實 但是太短暫 這位上帝更像只是他爸爸的上帝 踏入戀岸中的曉明 不願意被未婚夫知道 他時常和爸爸一起回教會 因為他聽了以後我怕他看不起我 他是一位學理工的人 但是結婚的那一天 結婚的以前 我記得我父親就跟我說 讓我們做個禱告吧 我當時我的腦子就要炸開了 什麼還要做禱告 事前都不跟我說一聲 一下子在我的未婚夫面前 說要做禱告 很有礙於我的面子 而且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一直蠻聽我父親的話的 所以我心裏沒有說不 我就說做一個就做個 最好是短一些 然後話不要那麼長 然後我們就低頭做了個禱告 做完以後 我心裏還是對我父親有很大的反感 我想他太激進了吧 不但要我去教會 還要三個人在一塊做一個禱告 結婚以前 我覺得心裏很難受 也很難為情 對我的父親也是有一些怨言 雖然我知道有一位神 但是我還沒有完全接受耶穌 雖然我知道要去教會 但是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去教會 那我父親他就硬要拉著我去 八十年代的初期 結婚後的曉明跟隨著丈夫到加拿大留學 她覺得終於能夠脫離她父親的管轄 加拿大是個自由的天地 真是自由 我遠離開我的父親 我可以不要去教會 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不去就是語言不通 因為我不懂英語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我父親 他就從中國打電話來給我 他說小明你去教會嗎 我想騙他說我去 但後來我想一想欺騙父親那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跟他說我沒有去 後來我父親他對我說你一定要去教會 一定要敬拜神 他說你所有的福氣都是神給你的 你去加拿大也是神讓你去的 然後我就對我丈夫說 我說那我們就去教會嗎 後來也是很巧 我丈夫他在做實驗的時候 他們實驗時有一個非洲來的基督徒 然後他就帶我們去了 那個教會 我記得那是我第一次禱告 我說神啊 讓我能夠至少聽懂牧師在講什麼 然後很奇妙 後來接下來有一兩句話我都能聽懂 我覺得那是神在帶領我要相信他 那這個以後呢 我們就經常就跟這個非洲人一共去教會 但是我覺得我離神還是很遠 因為只是我父親打電話叫我去我才去 他不打電話的話我肯定不會去的 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對我丈夫說 我說我們就不去了吧 後來我丈夫他說我們要去教會 如果不去的話我心裡就沒有平安 我知道他相信了 異鄉的生活很快就失去了新鮮感 遠離故土的失落事上集上心頭 雖然曉明只是為了遵從父命來回教會 但是反而得到基督徒朋友的真誠關心 我記得第一次母親節我剛剛懷孕 還不好意思跟別人說懷孕嘛 第一次懷孕 然後我丈夫他很信奉告訴教會的人 然後教會的人那天母親節 他們在給每個母親都獻上一枝花 然後他們說我們要把這枝花獻給最年輕的母親 我都沒有想到他們會把那枝花獻給我 他們已經知道了而且都已經準備好了 後來我就感到教會裡面的弟兄姐妹 他們很有愛心也很細心很周到 會想到這樣一點細節來給我一些溫暖 在我孤獨的時候 漸漸適應北美的生活 丈夫在滑鐵路大學先後拿到碩士和博士學位 隨後申請到美國德薩斯州一個博士後的職位 兩夫婦帶著出生只有三個多月的兒子 移居美國之後竟然遇到新的麻煩 小明有了第二個孩子的時候 我離我的工作結束的時候只有半年時間 這個時間顯然就不夠讓小明在美國生孩子 我想去做人工流產 因為我在國內只用許一個孩子 然後教會的弟兄姐妹就為我禱告 我記得有一個姐妹為我禱告 她說讓小明把這個孩子生下來 我就覺得你倒說得倒很輕鬆 在哪裡生啊 在這兒生簽證已經到期 到中國生不可能 後來我就跟她說 我說這樣吧 如果我生下來你把這個孩子領養吧 因為你到中國回去的話不能有兩個孩子 然後他們禱告說 又要我能把孩子生下來 又能我自己去養他 他們這樣祷告的時候 我心裡在暗字的好笑 我想這怎麼可能呢 當時在信仰沒有很多經歷的小明夫婦 對這些提醒未能夠完全接受 她和她丈夫就陷入了一個很深的掙扎之中 我們也知道 神經教導我們要愛惜生命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 我也知道如果要回國的時候小明懷孕 五六個月七八個月 那時候如果要把孩子拿掉的話 對他的身體很不好 那個時候美國是不容許人工流產 只是固定的醫院能夠人工流產 而且離我們那住的地方 大概要開兩個小時的車 也花了很多的周折 但是每一次都沒有弄成功 後來最後有一次我們決定 說我們的房東太太她說 她可以帶我們開車到休斯頓去 她當天晚上打電話給我 她說我把車都準備好 後面的食物也給你準備好 後面的位置也給你準備好 很舒服 第二天什麼什麼什麼時候我來接你 但是還沒有到第二天 就在這一天我收到我父親的信 他說你千萬不能去人工流產 這個孩子是神給你的 那這封信也是很奇妙 一般從中國到美國信要 至少七天那個時候 但是我四天就收到了 那是我們第一次做一個決定 我們說我們願意把這件事情 放在耶穌基督手上 第二天我一早打電話給我們在美國的牧師 我就把我們過去幾個月裡面的 我們的這個掙扎都告訴他 我也流淚了 我那時候就是說 我願意把我的生命交給耶穌基督 然後很奇妙 我們就不開始擔心了 我不會喊小明要回國是因為擔心的 我的工作的最後一天基本上到了 到了到了 但是那天上班之前呢 就是我要去把我的鑰匙還給教授了 早上有一個同事 另外一個博士後打電話給我 他說原來來接替我的這個人 可能他不來了 教授就把我的工作延長了一個月 也延長了一個月 後來又延長了兩個月 最後一次他延長一年 我們就有足夠的時間 在美國把孩子生下來 在這個時候 曉明意識到 這個真是一個誰聽討過的神 自己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一步一步的實現 曉明知道回到中國之後 生第二胎的事會帶來很多麻煩 但是曉明已經有足夠的勇氣來面對 帶了兩個孩子 受到很多很多的批評 他說如果你知道要回來 你就不能帶兩個孩子 如果你帶兩個孩子的話 那你就不要回來 那個時候我覺得很平靜 我就讓他們去說 我就覺得我就沒有一點掙扎 後來他們說你的第二個孩子 是多餘的 所以沒有戶口 如果生病的話也沒有報銷 我當時就覺得神不會讓他生病 神不會讓他沒有飯吃 他們跟我這樣說的話 我就很平靜 我說好 他那個時候只有六七個月 非常感謝神 他在中國就沒有生病 我的工作差點都沒有 因為有兩個孩子 但是神保守給我的工作 第二個兒子的出生和成長 不斷提醒曉明 主耶穌是真實的 但是現實的世界 仍然好像一個強而有力的磁場 吸引著曉明 令他在不知不覺之間去追隨 漸漸就體探了這個信仰的價值 在中國一直是無神論 占了上風 所以我就隨波逐流 剛剛開放 大家都在講錢 怎麼賺錢 怎麼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 吸引人 覺得好像還是很多世界上的事情 我就很喜歡去追求 所以受了神的保護 但是我還是那段時間我離開了他 他不但找到了我 都沒有放棄我 雖然我是很背叛他了 教會也不去了吧 聖經也不讀了 禱告就是我爸爸來了 我跟他禱告一下吧 我就是烈心公事 那時候我很害怕 也是最害怕的時候 我知道遠離神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但是我不能自拔 沒有辦法把自己解脫出來 曉明發覺他所揭力所追求的東西 只是白白佔了他的時間和空間 並沒有令到他真正的滿足 就在這個時候 一件突發的事情 令他再度陷入深思 忽然有一天 我們的同事他拿了一張紙頭給我 他說你看現在居然什麼都有 我到那個火葬場的時候 有人給我一張紙條 他給我看 我一看我說 上面講的耶穌是基督 耶穌是救主 我說這是基督教的 他說基督教? 小明你也相信嗎? 後來我對他說我是基督徒 後來他就笑起來 你哪像一個基督徒啊? 當時我就覺得神通過他來提醒我 你哪裡像一個基督徒 後來我就覺得我想離開那個地方 離開那個充滿那些 世界上的追求啊 物質啊 那些引誘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七年之後 丈夫再次拿到美國德薩斯州 一個博士後職位 1995年 曉明帶著兩個兒子 去美國和丈夫團聚 在一年之後 全家移民到加拿大的沙斯加通 到了加拿大我有很多掙扎 第二次和第一次是不同的 第一次是一種新奇感 但是第二次我有了家庭 我有了孩子 有了負擔 來到這樣一個很偏偏的地方 也是非常的孤獨 憂愁 那個時候我就回到神的面前 我就在神面前認罪 我說神啊 如果是我在上海犯了那麼多的罪 求你饒恕我 我真正的問那些罪痛悔 是在這裡在加拿大 神把我的眼睛開了 而且呢 我也開始讀聖經 那神的話語 深深地就是放在我的心裡 曉明知道 在異國他鄉建立家園並不容易 凡事都要從零開始 但是主耶穌的真實 和教會這個大家庭的溫暖激勵了它 在上海一直做開圖書管理員的曉明 決定嘗試新的行業 我就覺得神是在各方面都在帶領我 然後我找工作的那個過程 我不知道應該讀什麼書 我英語也不太好 我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特別護理員的課程 他們說很容易找到工作 然後我就去學了 學了就開始做了這個工作 很多的挑戰 每一次的挑戰 也就是每一次神的恩典 有的人他們是在Nersen Homes 我一點都不害怕 幫助他們清理的時候 我也不害怕 我只是在想他們的靈魂會去哪裡 所以這是神給我很大的力量 而且他們那些糞便的處理 那些的味道是很難聞的 但是我禱告了以後 神讓我就是很自然 就是有愛心的 去很好的去把那些東西清洗乾淨 我越做這個工作 我是越感到 神祂在幫助我 不斷得到主耶穌的幫助 曉明夫婦決定 將自己的家裡 開放給留學生和新移民 減輕他們在人在異鄉的孤獨 在這個河南的地方 體會到家庭的溫暖 我記得就是說 學校開學的時候 從馬來西亞 台灣有很多地方 來的新的學生 他們主動地會把他們 帶到家裡來 幫他們解決住房的困難 這些事情做了很多 我覺得他在對弟兄姐妹 那些愛心上面 是我很感動的 他總是能夠盡量地 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在他身上也學到 一些作為一個基督徒的品格 在日常生活中的品格 他們是做事 用形同 用行為 要見證他們 是一個前任的基督徒 比較少用語言 來表達自己 不單是在我們教會安定下來 不到一兩年 也成為教會的長老 一直侍奉到今天 靠著耶穌基督的信仰 曉明夫婦生活的焦點 再不是自己 而是更加關注他人的需要 今日 他們家裡成為異鄉人的六腳點 比遠離家鄉的幼子 有機會認識主耶穌基督 令幼蕩的心早日回家 歡迎你聯絡恩與生命熱線 來認識這位 一直等候幫助你的耶穌基督 願神賜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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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捨不棄 回望這身中人 原來是你 戀途有你 不捨不棄 有你 我猶豫 我猶豫 能不能快 我猶豫 你負責 你不要忘了 去問意